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6月11日 星期日 农历4月24 首先进入药文 农业农村部小麦积收调度显示 当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面积超2.24亿亩 进度过期成 下种陆续展开 针对南方地区持续降雨 国家防总于9日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专家组工作组吩咐广西福建 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防汛抢险救灾 10日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传递在北京启动 据悉 大运会火炬传递 计划在全国六个城市和多所高校举行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10日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最后一节城管顺利精准对接 按照计划 海底隧道将在今天合拢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自11日16时至18日16时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 禁止驶入 10日 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 展会为期三天 160余家丝绸品牌带来了涵盖行业内上下游产业链最具代表性的产品 10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在线两件跨坑拼队成功的大型青铜器 对于明确各坑考古学年代等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10日 中国国家队特许计划正式启动即新品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 96款特许纪念品集中亮相 日前 国际足联公布最新一期女足世界排名 中国女足排在第14名 世界排名前5是美国、德国、瑞典、英格兰和法国队 10日 2023年连云港铁人三项亚洲杯赛中 中国选手范俊杰获男子亚军 临心于获女子继军 10日 江西成立江西公职院六一食品安全事件联合调查组 下一步 联合调查组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调查处理情况 据加拿大消防部门数据 当地时间9日 加拿大全国仍有424处野火在燃烧 其中超200处野火处于失控状态 据日媒9日报道 东京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工程陆地上排放设施将于本周内完工 12日起事运行 泰国卫生部当地时间9日表示 目前泰国正面临三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平均每周新增确诊病例900多例 累计死亡15例 下面是服务信息 10日起 12306网站实行在线选布服务 近日 部分景区发布通知 对2023中高考学子免费 中央气象台10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10日20时至11日20时 广西东南部 广东南部 海南岛中北部 福建东南部 台湾岛北部 云南西部 西藏东南部 川西高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道暴雨 其中 广东西南部沿海 海南岛北部等地区必有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我们明天早上见 农业农村部小麦积收调度显示 当前全国已收获东小麦面积超2.24亿亩 进度过七成 盐碱地作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 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这两天 河北省黄华市60多万亩旱碱麦迎来收获 这种耐旱 耐盐碱的小麦品种 让盐碱地的粮食产能有了进一步提升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黄华市旱碱麦种植区的积收现场 今年这里的旱碱麦的种植面积已经增加到了60万亩 大家看我熟利的卖力几乎各个都比较均匀饱满 平均下来每个岁上的子驴硕达到了36例 平均亩产达到了240公斤以上 作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 山东省高唐县的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152家 服务面积占到了全县种植面积的8成以上 为更多的小农户提供了耕种管收全环节服务 这里是山东高唐县的老王寨村 演现了全村的三权的五小麦正在抓紧收获 由于村里紧进了社会化的服务组织 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经过实打测产的每亩的产量 比农民自己种植要高出100斤左右 河南省的下收已经进入尾声 下波进度持续加快 在华县 当地农业部门正积极组织农民趁伤抢种 大力推广种肥铜波 合理秘质 复合种植等增产措施 切实提高播种质量 目前 河南下波面积达7305万亩 为持续抓好三下生产 农业农村部已派出工作组 帮助协调解决农机调配 烘干收除等实际困难 同时 组织科技小分队 深入下波主产区 精心指导 下重下管 确保下波面积只增不减